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刚才民建联的三位立法会议员 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没有营养都要看 因为我要做节目 哪三个就是主席李慧琼 还有蔣丽雲和葛佩帆博士 这三位人兄在说什么呢 当然是车天车地 就说收到很多市民 向他们大量投诉 这个选举不公平 他们还说如果证据确作 就会提出选举程请 这些正式是输打赢要 拖屎不出就赖地硬 就是你没有改错名 这些是民辩联 首先说一下李慧琼大议员 到底他说了什么废话 他就说了 由报名之后 这个选举就已经没有办法 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 他举了什么例子呢 他就说了 那些街站的宣传品 贴了上去 马上就被人偷走撕走了 这些东西根本上两边阵营 有的多余 如果这样就已经是 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公正 未免就是太过牵强了 是不是啊 很多那些阿伯 你灭人人灭你灭来灭去 如果这样就说 影响到选举的公平公正 就多鬼余了 完全就是找一些藉口来抵赖 是不是啊 接着他又说了 由于现在是暴乱的期间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那些候选人很多取消了宣传 那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啊 根本上有什么安全的考虑 真是多余啊 那些民主派又照出来宣传 是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宣传呢 你输了就认输了 如果你说害怕 那别人的民主派 就可以说 很害怕那些白衣人出来 无差别攻击 不拘捕了就行了 这些是任你说的 好了 接着再说一下 蔣麗芸大议员 蔣大议员有什么要说呢 他就说了 有些市民跟他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市民 是幻听还是真有其人的 他就说了 入到票站那时候 即是要拿了那张选票 他就说他的名字 已经被人画了 就没办法投票了 然后工作人员给了一张投票指 照顾 但是投票人员就不计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蔣大议员 还是车大炮 如果有的话 非常严重啊 即是进到票站那里 自己的选票被人画了名字 你知不知道要对身份证啊 大佬 即是有人冒充那人的身份 是不是啊 即是用艺务的身份证啊 然后再冒充他人的身份去投票啊 喂 你报警啊 是不是啊 蔣大议员 在车大炮 开个记者会出来 喂 报警啊 直接要这么严重的事件 是不是啊 让他查一下商场啊 查一下外面那些 就是闭路电视嘛 是不是 认回那些人头出来 哪一个艺务啊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还是吹出来啊 然后说有工作人员呢 给他一张投票指 照顾 但是投完就不计 这个工作人员 是不是真有其人啊 如果是他都违反守则啦 怎会给一张选票 给一张投票指 他照顾 投完又不计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蔣大议员 是不是啊 奸妻叫你港股嘛 你开记者会 唯有人跟你这么说 哪一个人叫他出来说 是不是啊 这真是多鱼啊 好了 然后还有他就说了 有些市民就不断排队 排完又再排 接着葛佩帆大议员 也对于这件事很补充的 他就说有些长者就投诉啊 有些青年就不断排队啊 排来排去 不断轮回排队啊 就剝削了那些 那些就是长者的投票权啊 喂呀 长大议员 葛博士大议员 是不是啊 喂 你排队就肯定了 对不对啊 这些事根本上没有人有特权的嘛 你排不了就不要投了 是不是啊 那又不见那些民主派的候选人 说收到那些黄丝的阿公阿婆去投诉 说排队排得久 喂 你是有心去行使这个公民权利的 有心是作出这个表态的 排多少个钟头你都要排的了 是不是啊 除非他是收了福袋的 这些人是多余的 有什么问题啊 排队就照排 人多就要排队了 没有人有特权的 这些人是浪费的 在那儿找得说 说得出就说 又说有些人是排队党啊 又什么什么 你如果有心头 十个钟头你都会排队 就是因为一口气 因为不妥你 就要表示这种表态 告诉你 你都愚蠢的 你想想想你那些人到底是因什么而投的 是不是啊 叫他投票 现在又要排队 排长龙 又在那儿 牙痛的声音 好了 接着他还说到 这个蔣大议员 他就说有些情况就是 不用查身份证就给他了一张选票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是不是啊 如果有票站的工作人员是失职的啊 你叫人出来指证他 是不是啊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身份证都不用对 就给你一张票 你当人是白痴吗 好了 接着蔣大议员还继续说 他就说 投票制度就应该与时并进了 因为目前这个制度 就行了二十几年了 他提出什么建议呢 他就说可以用电脑投票 电子点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哇 就作弊非常容易了 电脑啊 哪个信你啊 对不对啊 哪一个黑客呢 你那些这么多的 国家级的黑客 是不是啊 电脑投票最不可信 电子点票就更不可信 最好是可以维持目前这种方法 人手投票 人手点票 排队投票 那就最真实了 最反映到真正的民意了 不要搞无是生非 搞了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根本上就是想爆头来到去 就是转空子 就是想起这些恶毒的东西 是不是 在去年 你民建联就已经说 争取什么 争取在大陆居住的香港人 就可以在大陆投票 这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 还在研究的 目标就是在2020的立法会 缓届选举可以实施 正在研究法律问题 这些就是非常之阴毒 如果那个选举 那个投票站可以设在大陆 这个选举已经玩完了 一国两制玩完了 是不是啊 你投票可以在大陆投的 你当时还要多少都可以 有什么可信性啊 你投你就下回香港投 投你就排队投 不要嘰嘰嘰嘰嘰 又说有排队党 根本上我都没听过 有人去不断排队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说的 好了 接着就再说葛大议员 葛博士 他就说 市民开始质疑 这个选举结果的公道性和合法性 怎样质疑 又是凭你那些 收到那些市民投诉 你叫那些市民 堂堂正正站出来说 到底是不是有真有其事 如果是的 如果你入到票站那里 你的名字是被人画了的 这个是刑事的 一定是有人是行使一个假的身份证 来到去 骗取那张选票 帮你投了 如果是有的 把所有的闭路电视都查回来 是不是啊 哪一个人 就是代了你的投票 一定是查得到的 全部是闭路电视 学校的门口也有 就是体育馆门口也有 或者是 总之票站门口一定是有 是不是啊 里面没有 外面也有 你去查 是吧 你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啊 哪一个没有你的名字去投啊 多余的人是 站出来说啊 不要躲起来啊 是不是啊 学警察说 喂 这些投诉真还是假 是不是谣言啊 到底你这个记者会 其实开来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是到底真的要反映 那些你所收到的 所谓的投诉啊 还是 特意开个记者会 出来安抚那些深蓝的人 使他们士气不要崩溃 就特意说一大堆这些东西 跟他们说 是的 这个选举真是不公平的 不公正的 很多这样的舞弊的情况发生的了 那你现在就是说一大堆这些东西 来到去巩固那些人的支持啊 还要稳住你的基本盘啊 我觉得你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太相信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坚定流的 好了 接着就说一下 这个的 林大辉 即是李大的 校董会主席 他自己说到 在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 他说了 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 建制派就已经输到一败涂地 相信就是因果的问题 这个很客观啊 他就说了 如果政府不和民主派合作的话 就不可能施政了 他说建制派过去和政府走得太近 而当政府弱势的时候 作为保皇党 就是和民意对抗了 这次高投票率也反映到民意 希望建制派和政府能够吸取教训 他还要说到 政府目前的施政已经寸步难行 估计往后无法施政 因为民主派在地区占较多的议席 他们的施政理念的手法 和政府南沿北设 如果政府不和民主派合作 是不可能施政的 他又说 支持林郑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但是也不能不回应社会的诉求 就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南大辉相信最终会敌不过民意 所以希望 就是要林郑慎重地考虑 那你就听一下这些 建制派里面的清传的声音 当然你就不会听 别人说完之后就当他耳边疯了 你就当他在那里玩你 因为这就是所谓鹰派的作风 根本上又不肯听民意 甚至建制派内部一些建设性的声音 你也是不会听的 所以我真的劝民建联 不用在那里做梦了 最好就是尽快面对选举结果 不要扭来扭去 不停地想方法 或者说整天又想选举情情 又想意图推翻选举结果 显得你们更加肉酸 作为一个政客 如果输了的话 一定是要让市民看得到 你是有反省的能力 斯丹 就不是在那里賴三賴四 毁过于人 没用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